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会追查GameStop事件的潜在违法行为 那是在美国的情况 那么在我国呢 美股年薪的散户他们吊打华尔街金融大鳄 我们早前的系列专题报道也提过的 这启发了本地的散户效仿 让一些马股股民他们也受到了鼓舞 在各大的社交媒体集体高喊他们要冲爆手套股价 要对抗那些卖空手套股的投资机构 虽然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和大马交易所 早前联合发文后 强调近期将会密切关注马股的任何动向 不过大马交易所总执行长莫哈莫乌玛今天就表示 现阶段不会因为美国机构和散户的多空对战 而考虑再次落实受监管卖空RSS建立 因为呢 马股和美股的市场不同 马股的做空机制有很好的被管理着 那我们说回马股散户要向手套卖空机构宣战的这回事 上个星期五手套股的铁粉散户 他们已经成功推高了手套股四大天王的股价 而马股在经历了周末还有昨天的吉隆坡公价修饰之后 今天是重新开始交易 那散户他们有没有进一步展现他们的爆发力量呢 截至今天闭市首套股四大天王当中的三大天王 包括顶级首套赫特加速博马今天都在买盘的历称之下 几乎都是收在最高点 涨幅是介于28C至44C 三大天王都收高 唯独高产弥品Cosan就独憔悴了 是跌了5C收在40C 至于今天这一波手套行情散户的力量到底贡献了多少 暂时没有具体的数据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在专属手套股Telegram群组里头 有不少散户啊 因为今天的战绩是士气大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发转发,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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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